欧洲旅游 法国 巴黎 现今法国人口统计约有十分之一来自移民 首都巴黎 移民比例则是全国之冠 来到百分之二十 成为多元文化汇集之地 所以千万别再把法国人想象成中法碧眼的模样啰 巴黎的知名景点 首先要提一提罗浮宫博物馆 花个三天五天也只能是走马看花而已 不过游客们不论时间长短 必会观赏镇馆三宝 米罗的维纳斯 胜利女神像 以及达文西的蒙娜逆沙的微笑 维纳斯是希腊和罗马神话中 爱与美的女神 这座雕像是发现于希腊的米罗岛 创作年代约为西元前一百年 而表现出胜利者英姿的胜利女神像 则是西元前两百年的作品 巴黎其他著名景点有凯旋门 香榭大道 歌剧院 凡尔赛宫 圣母院 圣兴堂 圣兴堂的建筑兼具罗马及拜占庭风格 因由石灰岩所建 所以即使经过多年的风化或污染 依然可以保持外观的洁白 其内部圆顶则适用马赛克拼贴出巨大的基督圣像壁画 既庄严又美丽耀眼 位居高处的圣兴堂是欣赏巴黎的绝妙之处 从教堂后方往下走 就会经过特尔特广场 此地曾有许多著名画家驻足于此 因此又称作画家村 夜晚则是塞纳河游船和欣赏爱菲尔铁塔的好时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